大家好,歡迎收聽Biliba la Bible 今天又是零修的時間 你看到這是Me2You的出獄照 昨晚太太幫她洗白白 準備洗白白,幫她穿衣服 你看到她正襟藝 正在聽Biliba la Bible 上次我們看到提摩泰後書四張 那次就轉到提多書 我不知道,我現在看到有大書 但現在還在提多書 我想我還是跳來跳去的 提多書呢 這樣呢 其實呢 就是在克里特 看著當地的教會 那克里特在哪裡呢 我不知道你旅行去過 就是希臘的其中一個 現在來講 希臘的其中一個最大的海島 聖經裡面就說到 克里特 本地有個先知就說 克里特人是惡秀來的 有什麼特徵呢? 就有三個 一個就是講大話 有些語言藝術 又貪 又懶 又懶 這樣呢 就是 就是 惡秀來的 不知道可否形容現在香港的 探官 那為什麼克里特人是這樣呢? 我自己在想 那當時 其實呢 你不知道有沒有知道 叫做菲利士人 菲利士人 有人就 清清裡面就說 他是出於加菲托的 實際上菲利士人 是一些海 在海岸那裏 來到維生 在地中海一帶出沒的 一些 原先是一些海島 那他們那個 科技上 做鐵 各方面 他們在希臘那裏 引入了 以至到 他們周圍 在沿岸那裏 打家劫舍 就很厲害 最後 菲利士那一則人 就定居了 在巴勒斯坦 沿岸的地區 還有其他的 其中一則 就是這個克里特人 在當年 做了一個海洋文化 也挺蓬勃的 我去到希臘的時候 看過一些圖詞的工藝 也去過其中一些 白色 有白屋 藍頂白屋的 那些 教堂仔 那些 克里特那裏 就是其中一個的海島 那當地有些什麼特徵呢 除了他們有些 海盜的性格 是那些 就是拼搶 搶別人的東西 那你搶別人的東西 很容易就是 自己不做 再加上有什麼做到 在海島上 你那個 農業那方面都 相對來說 會比較落後一點 那你靠搶的 那另外呢 就是一個交易 貿易 就是整個希臘都是一個 海洋性的地帶 他們靠的就不是農耕 而是靠這個商業 農耕社會 你就不會騙人的 因為你騙了 就還有下次的 你經常對著他 一起幫忙耕田 但商業社會就是這樣的 那我買了一件東西給你 就最緊要 那我就不會太理會 究竟下次有沒有交易 下次我都未必見到你 那最緊要就是 以物換物的東西 所以養成了一件東西 就是 方話 你可以說是 吹水馬嘴的種 那克里達人 的性格 就有這種軟弱 你可以說 但是 他們有很多 不少 就信了耶穌 你看到 從他們 選擇執事的要求 你看到 他們 這個地方真的超有問題 他說 監督是神的管家 這樣 就要無可指責 不任性 不暴躁 即是其他人都很暴躁 不會因酒之事 記住留意 不會因酒而之事 即是他們是狂喝酒 那幫傢伙 而因酒是會自事 即是你醉酒的好期待 但你不要搞事 不要打人 不要貪不義之財 要樂意接待遠人 好善 莊重 公平 聖傑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又能勸化 和搏倒其他人 這樣 即是他說 很嚴重 許多人不負虐 約束 信虛佛 欺凶的話 你想想 整班人 就是打人 貪不義之財 那些人 這些全部 我們自己本身 在這個四方 不會做的事 只要遠人 有點難 但也不是過分地難 那你就可以做監督 另外 你做長老 就無可自責 做一個婦人的丈夫 即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老婆 那不是有幾個 那就做得了 沒有人告過他 嘩 我又做得了 你又做得了 掌老 即是我們去到的那些 就是屬靈偉人 但就是這個 這個島的人 相信耶穌 對於他們來說 耶穌那份愛同接納之外 你也看到保羅 和提多那份愛同接納 我想 我體會到的東西 就不只是這件事 我們體會到 其實有它的不同的層次 即是那個程度 或者這樣說 我們說的層次 即我們初初信耶穌的時候 你會聽到一些理論 就是 你就算犯了一點點罪 你也是污衛的 以至於你需要神的救恩 那這件事本身沒錯 但我們聽得多的時候 我們在救恩的角度來說 就對的 但當我們在生活行為 嘗試這樣apply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很痛苦的困難 就是你發覺 你不懂怎樣做 你一定有瑕疵 那最後你們就 寄負了 那你就會覺得 唉我反正怎樣做都好 我都不會變成耶穌 因為我都不會得到救恩 對不對 我唯一就是承認我 只是個罪人 事實上又是 最後我們就叛屁了 於是就什麼都不做了 那麼我們忘記了一件事 就是罪呢 原來是有程度的不同的 那例如呢 我們講到呢 寶羅呢 就是 例如這裏這樣說 那 他又沒有說過 做執事和長老呢 是不可以說粗口的 他只是說 不要打人 不要 就是貪不義之財 那就是說呢 有一些罪呢 是 嚴重一點的 而且有些條件呢 是需要一個監督去做的 就是交道真理 那有些事情呢 就是全部人呢 都需要遵守的 就是不要荒華啦 又貪又懶啦 那樣 所以呢 寶羅才勸嘛 你要嚴嚴的責備他們 令他們在真道上 來純存無痴 那我相信這個無痴就不是 嘩 竹字室這樣 一定要完全適合 他是說純存無痴 是說下面 跟神的關係好 不要聽其他人在亂說 還有呢 潔淨的人呢 每樣都潔淨的 污衛的人呢 每樣都污衛的 那你要認識神 這樣呢 不要跟他的話語相背 那這些呢 是需要持守的 有些呢 譬如說謊話那些呢 是嚴重的 你需要拋棄的 那如果我們沒有了程度性的不同呢 那你就盼屁了 就好像大陸 我之前都說過 大陸就是你偷麵包 還有呢 你殺人呢 都是死罪的 那 那個監管呢 那個處罰方面呢 是一樣的的時候 那些人就不宜殺人 對不對 即是理性思維是這樣想的 你可能覺得這樣不對 那如果我們 在那個遵行神那方面 都是 呃 完全是 犯多少罪 都是 同樣地去 deal with 的話呢 那我發覺 我告訴你呢 是做不到的 那 以至到呢 我們 deal with 我們生命的時候 我自己有個提醒 就是 究竟有些什麼東西 是超級重要 你一定要做得好的 這樣呢 你就 拿你命也要做得好 或者拿你命呢 你也要學 嚴嚴的 你去責備他 你不用怕的 罵他 那 那 我自己常常裝好先生 那 但是 有些東西 不是叫他不要改 而是 可以接受到 可以慢慢改 那些呢 你就要有那個程度上 你的認知 那這個呢 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 去反思 同一時間呢 值得我們來到去 怎樣來到去 去接納 不同教會 不同的人的 那你會看到 香港現在有 呃 之前也有跟我太太 講過了 或者跟Me2You這樣說 那就是 現在分化得很厲害 那在這個教會的現實情況之下 怎樣來到去互相接納 什麼東西是需要持守 什麼東西 不是說妥協 而是可以來到去商量 可以是慢慢來到去指證 以至到去慢慢來到去接受 有什麼東西是每一個人都有共識 可以推舉那些人 為一些領袖 去帶領我們繼續來到去成長的 那這個呢 都是我們 我自己在這個提多書裡面 其中的一些反思 我們不是克里特人 但是呢 我們也是一些 香港人 哈哈 我們不是上班人工的 哈哈 但是呢 我們要高舉的 未必正是和平理性的 非暴力 也都未必正是 說我們公義 就可以罵爆其他人 那這樣 究竟聖經 怎樣說 那我們一起來到去 學習 一起來到去追求 多謝大家